接下來教的就是元素符號 就是為了我們,為了要溝通,為了研究,為了這些東西 我們就把每個元素用一個縮寫的符號來表示 我們就稱為元素符號 元素符號用一個所謂的英文或拉丁文 隨便啦,第一個字母大寫,印刷體大寫來表示 所以呢,氧就是O,流就是S,0就是P 可是這樣子呢,只有二十幾個是不夠用的 所以它再多一點點 所以兩個以上後面再加一個小寫,也是印刷體小寫來表示 然後來區別,比如說有H1,有HG,有CA跟CU 多一個來表達 所以我們就是最多就是兩個字母 一個大寫,一個小寫,然後都是印刷體,就是元素符號 然後你就把它記下來 這就是一些常見的元素跟它的符號 你應該都記住了 而且常出現的那幾個嘛 你就把它看一看,記一記 當初你有背周期表的時候,都應該已經背過了 都知道了 然後呢,常考就那幾個,就記得就好了 這不重要 不是不重要啦,這個應該很簡單 那就是中文 那是元素的英文符號 那中文呢 中文的元素都只有一個字 就一個字,就是用一個字表示就好了 以前就有的,以前就說過的 就用以前的名稱金銀銅鐵錫啊 這個古時候就有的 就用古時候的名稱 就不再變了 那以前沒有的就要想辦法去創造 造製或什麼之類的 那基本上 如果我們根據它的性質做一些命名的原則 它基本上如果是固體的 金屬的就用金字旁 非金屬的就用石頭旁 所以寫了一個烏 寫了一個棚 棚是石頭邊 表明它是非金屬元素 它是金字邊 就表明它是金屬元素 這是要固態的 那如果是液態的 那就用水 我們就只有兩個 一個是鏽,一個是拱 鏽是三點水旁 拱的下面有個水 我們知道這兩個 常溫、常壓、夏微、液態 就兩個 氣體的就加一個氣字頭 氣字頭 這叫做形生字的步手 金字步、石頭步、水步、氣字頭步 還在多一個東西才能湊成一個字啊 那就是可能是用它的性質 比如說輕最輕 就拿很輕的那個輕的旁邊塞進去 有輕是最輕 綠是黃、綠色的性綠 就把綠色的跟綠的邊邊塞進去 就變成綠 但大部分都是用發音 發音看跟誰相 就把它形生字嘛 一個形一個生嘛 就把它塞進去 像那 把它塞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這就是我們的中文命名的方式 你把它記住 然後考試就是考 曾經考過一次 我發現了某一種元素 它有什麼樣什麼樣什麼樣的性質 請問你我要如何命名 根據那個性質 會導電 金屬 要金字邊 延展性差 不導電 非金屬 固體 要用石頭邊 氣態 用石頭 然後就有個名稱 然後你就挑它 你就知道 跟它命名的原則 就選出來 然後呢 就是把元素符號 該背的背一背 然後呢 命名的原則知道一下 就可以了